这部神剧的原著被誉为西方奇幻文学三座大山之一 可是当史诗剧著被搬上迎平 评论却是两极分化 那就让我们看看到底为何会这样 两河村正在为这个叫艾文的女孩举行成人礼 可是下一刻 他却被湘贤一把丢入河中 湍急的河流顿时令艾文惊慌至极 他胡乱挣扎着仕途自救 却不料约这样在河里越是被卷着无法自控 可是忽然间他意识到了什么 接着他平复自己的心态缓慢平衡身体 竟神奇地漂浮到了水中 就这样湘贤的目的达到了 当天他引导艾文感受自然的力量 可是当艾文闭上眼睛 却忽然听到了野兽的嘀吼 这是湘贤的能力 听风 而此刻艾文也有了同样的能力 当晚的村庄为了庆祝艾文成年 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 却不料下一刻房门忽然被推开 一双黑色鞋子突兀地踏入房间 一时间所有村民都神色警惕地望着不速之客 气氛瞬间冰冷 男人自暴名为蓝人龙 而且身边的人名为穆锐 面对戒备的村民 穆锐上前提出要求 他们只是想在这里过夜 接着穆锐亮出了象征两仪师的戒指 老板娘一看顿时心中一阵连声答应 而村民们也窃窃私语 这个女人竟是传说中的两仪师 毕般来说两仪师出来行走 必定代表着有大事发生 而穆锐却转身扫视所有村民 原来在三千年前曾有一个叫真龙的男人 他掌控了世界 却又无法自控而毁灭了世界 聚变后的三千年 女性便掌握了最强大的力量 她们可以觉醒两仪之力 成为万众瞩目的两仪师 却不料根据白塔的预言 真龙在二十年前已经转世 而根据预言指示 转世真龙此刻就在艾文所在的村庄之中 可就在穆锐入住当天 一个神秘黑袍人也来到了两河村 第二天的穆锐对其余几个 可能是转生真龙的孩子观察了一天 他们分别是卷毛 大壮 兰德 可是穆锐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而当晚却是村庄的历春节日 意外忽然发生 望着躺下的同伴 艾文惊惧地抬头 却发现眼前赫然是一只伴兽人 紧接着无数的伴兽人涌入村庄 他们见人就看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村民们也是亡命奔逃 整个村子顿时被一股死亡气息弥漫 而这时的艾文和湘贤也被一个伴兽人逼到退无可退 眼见就要与命当场 却不料一股圣光突然起来 直接将伴兽人拦腰斩断 劫后余生的艾文两人定睛看去 原来是两医师木锐出手了 而他使用的赫然就是两医师的光明之力 抬手之间无数火球急速被召唤 而后灵力无比地向着伴兽人飞出 一个火球就能带走一个小怪兽 而作为法师肯定是有战士保护的 所有试图靠近的怪物都被护卫蓝人龙斩杀 接着木锐大发神威 无数光明之力在身边环绕 每一次光明之力飞舞就代表着一次强力收割 就像刚才伴兽人对村民的屠杀一样 这是单方面的屠杀 木锐引动天雷 只是一瞬间 无数兽人便在天雷下烟消云散 可是下一刻 必把暗处的匕首直直地朝着木锐弦 兽人 Rod 我愛你